一早大夫出征的花蓮准县长徐真伟出动扫街谢票 气氛嗨到跟支持者一起唱歌 往南走还没正式上任 饶庆龄就跟台东市市长张国舟 谈到台东县目前急迫的垃圾处理问题 也说自己扛下重担睡不好 希望未来不会辜负选民期待 但看看隔壁邻居宜兰花蓮 未来也都是同党县长 跨县市串联合作不困难 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完成 全国的铁路的交通的一个双轨跟电计划 那特别花蓮的话就是它的公路 那台东我们这边希望也够年纪 这次选举还有一项创举 因为国民党所提的七名女性县市长候选人 都当选打出漂亮全雷达 但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是女性 我们对富佑的部分也非常重视 东部三线好姐妹要跨县市连线合作 女力当道打破既定形象 女性县市长不仅成为焦点 能力也备受肯定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